大家同志來一個試,同志來一個訓練 剛才我們也介紹過,他們的訓練很多時候會拉車輪在龍洲尾,加強阻力 可以說是相當堅毅 在家裡坐著腳可以看,還有慢鏡頭可以看衝線 我覺得這場賽事是行政鬥性的 好了,比賽開始了,看到龍洲隊起水過敏馬 這個鼓手也是用哨子,不是打鼓的 快點再掃過來看,四號看到信德龍洲隊 已經三爬兩半超了出來 但不要忘記,沒有一樣 兩個鼓手的頻率也很高 接著再掃下來看其他隊伍真的不夠四五線敗 四先是信德,五先是一尼 看信德鬥一尼為甚麼鬥 始終仍是這兩支隊伍 因為其他大家可以看到是B字這樣排下來 四號的是信德隊,二號是一尼 兩腳趕著你,趕著你,趕著你 以這個角度看,好像四號摺姿 其實也不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根本差不多 現在我們沒有馬分到四至五 看來四應一定是第一、第二位 但留意六號,六號多輪多 華雙胞也很厲害 華雙胞不夠三、兩、半 差不多拍著四號、五號 六號比較久一點 現在才過二百公尺的時候 四號摺姿一條毛,數位,五號壓住 六號也有機會爬上來 那這三條路看來 都是一場不再前的貴軍所在 信德龍舟掌聲方面 由於頭那八匹有少少領先 去到龍舟的速度 方向騰的時候,他仍然有一個優勢線 領持緊張 但是由於風勢和雨勢都相當 但是會否應到他們下半段的演出呢 在電視訊道,現在未來過了一半 他看到船身的靈魂帶了上來 然後現在就沒進去 三個角度,也有多一點 因為我們看下去,他的邊緣 爬上去將它很輕鬆 反而信德高高高的運動 就沒有起步了 那時候就這麼慢了 但是由於他們有了靈節的優勢 看來這段時間的終於稍微 慢慢挖慢一點 但那三隻在前面 可以說是天光源頭的 今天看到多倫多方的運動 在第2位 領先領持緊張 第2位 就是多倫多第3位 計程地位 美洲的運動 去到衝石帶著自速 你告訴大家 第一個情況是怎樣 當然,如果你看到 我們前面過了的時候 就是加拿大的華商會 稍微領先一點點 領先領先 這個賽事應真經驗 就是百獎齊發 水花四箭 要看下去 玩了一個角度 視乎 信德高低一點點 不過可能這個角度不斷 加拿大的華商會 仍然緊貼 好像是叮噹龍頭 六號追上來了 對,六號稍微尖先 有龍頭的位 厲害 龍號的加拿大華商會 冠軍 而這個信德龍 第2位 第3位 就是加拿大華商會 都很開心 就是加拿大華商會 剛才兩次早上 去年又是加拿大贏了他們 今年的就變成加拿大贏 那不像錯狼 他們很生氣 對 猜不到 兩位在日本都 搞不定 給了加拿大華商會 他又在後段的時候 衝刺得很快 原本一直 又開年氣 就是信德龍 一路領先 怎知道 到中段 就被加拿大華商會 領遲 一路去到 好了 那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其他的賽事 一路 發生 大賣 我們有兩位最好的 組合 我們有兩位最好的 組合 我們有兩位最好的 我們有兩位最好的 組合 我們有很多年 為這些 這位 最後 組合 組合 talented team that was able to squeeze out a win and we're very very proud of everybody so we've got five olympians in the crew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have been in the world in sprint sprint racing and a lot of distinguished people we have an olympic gold medallist in our crew as well so these are very very good sprint racers that are just trying to learn dragon ball 在短短期的时间 我们认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我们很期待在这里